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V生命运数 我是温迪姐 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每月运势 在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2021年8月的整体运势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感念的心 感念宇宙给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 来到8月份8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代表的是五千的可能 还有大家知道的财运啊 甚至是祝福的意涵 在疫情期间对大家生活真的造成不小的影响 但某一个程度呢 它也是一个契机点 让大家重新去思考生命的价值 还有人生的排列重要顺序 投资的比例 或者是我要重新配置我自己的人生顺序 人类啊其实是非常有韧性且充满智慧的一个物种 每一次地球上呢 只要遇到比较大的变动 基本上都是让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某一个程度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新的发现 但同时间呢 它也在提醒大家要莫忘初衷 就初心是什么 并且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感念的心 所以8以及8月份整体来说 它代表的是一个祝福 还有机会涌现的意涵 在亚洲呢 其实大家会说逢8必发 逢8必发呢 基本上代表的是天时地利以及对的人 什么叫对的人 在一个长时间持续努力 然后不断的学习 包一个纯真特质的人 叫做对的人 所以这个月呢 它是一个很恩典祝福满意的月份 它想要换起人类很坚强和善良的本质 让大家能够拥有充足的能力 以及丰沛的点子 在这个变化非常快速 以及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呢 帮自己的内心 找到一个稳定和安静的力量 当人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拥有智慧 去盘整手边的资源 并且找到可以去突破 现实状况的机会点 接下来呢 Wendy姐会告诉大家三组数字 麻烦大家呢 在Wendy姐讲完之后呢 用直觉去在三组数字当中 选出一组 你觉得跟你非常有感觉 或者是你觉得刚好听到 你会觉得特别有感应的数字 你就把它写下来 同时接着呢 你就可以往下去找 找到自己在这一组数字当中 对应在2021年的流年是几号 你就可以去对应出 你在八月印试当中 需要提醒跟注意的地方 还是要懒人包 让大家知道一下 如何算出自己的2021年的流年数 它就是2021加上 你的出生月和日 据据来说呢 Wendy姐是10月29号出生 所以我就是2021加10月29 全部的数字加起来是17 那1再加7等于8 所以我就是2021年流年8的人 接下来要请大家安静一下 用三秒钟的时间 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在三组数字当中 选出一组对你最有感觉的数字 第一组数字是8 第二组的数字是88 第三组的数字是888 好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选完之后请把它写下 如果你选择的是8 它叫做生命的探索牌 当人们开始探索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 这也代表着改变和祝福即将到来 因为你们就是改变的力量 能够带领身边的人 用积极正向良善的方式 一点一点修正 不公不义的事情 如果你选择的是88 这个叫做资源丰沛牌 当人们面对大环境的无奈时 很容易出现沮丧 已经想要放弃的心情 但是个性非常阳光 且积极的你们 会是这一段 哀伤时期的一道温暖的光 你们会通过策略 还有支持身边的人 让他们拥有跟你一样的能量 并且你会有用独特的观点 和高执行力 去帮身边的人指出一条希望之道 最后如果你选到的是888 这组牌的话 它代表的是勇气能量牌 当人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现两种情绪 一种是犹豫不敢选择 第二个是毫不犹豫的 直接奔向自己的梦想 选到这一张牌的人 我要跟你们说声恭喜 这个月你所需要的资源 贵人和机会点 都会在对的时间开始出现 只要你能够估起勇气 不断的充实你自己的专业 在宇宙之间的力量 已经悄悄的向你走来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 八月运势对运到流年一到九 我们先来分享的是 选到八这组数字的人 如果你是选到八 今年的流年数是一的人呢 生命的价值呢 但求卫星无愧 近期的沟通上面呢 会出现一些小磨合 问题只要提醒你们哦 不要把对方情绪性的字眼 变成惩罚你自己的原因 如果你们也认同 对方指出的点是一个错误 是需要修正的 赶快把自己 从这种哀伤的情绪抽离 让对方的指正 变成你进步的动力 接下来如果你是选择 八十六年数二的人 不要畏惧迫害的力量 正义永远都是会战胜邪恶的哦 近期在工作上面呢 会有更多需要团队 合作和分工的机会点 当然这也是考验 人性和实力的最佳时刻 建议你们要适当的 让主管了解真实的情况 用专业和事实 让这些人的谎言不攻自破 将他们曾经刺向你的那把刀 还回去给他们 如果是选到八十六年三的人呢 无限的可能 其实依旧在你的身边 自信是你成功的基础哦 高观察力呢 以及高敏感度的你们 近期会有一些投资 或是资产重新配置的一些想法 那如果这些规划呢 其实在你们擅长的领域啊 或者是专业 就你就可以将 30%左右的资产 去进行一些 有长远潜力的投资 但是呢 你一定要参考一下 近期的趋势分析报表 像有些人就会说 这时间可能比较适合黄金之类的 但我没有要鼓励大家 投资什么东西哦 所以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投资 一定要做好功课 要去看很多很多的分析数据 好如果你是选到八 然后是2020年四的人呢 系数恩典福气的同时啊 你会更加清楚知道 自己是被爱环绕走 一动不如一进呢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心急 很多好的机会 是要慢慢谈出来的 前期呢 先表达清楚 并且把自己的底线 还有目标期待 先沟通完 你们日后的关系和合作 一定会更加的顺利 接下来如果你是选到八 今年是留年五的人呢 等待的时候呢 你会更显现出决心的可贵哦 近期出现的合作啊 如果是你们非常有兴趣的 或者是认同在未来 其实是很有发展性的 初期双方可以先用自己的专业投入 而不是先去讨论说 钱还有时间的公平性 我觉得如果你们是有共识的 先用各自可以的时间 和可以的专业 先把整个 比如说Prototype 或者案子的形状先做出来 等到呢 你们的模组 被市场先认同的时候 再来进一步讨论 后面的分论 甚至是方页模式的规划 接下来如果你是选到八 那你是2021年留年六的人 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啊 其实是替未来储存 翻转的能量哦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在这个时间点啊 真的要把你的时间 放在值得的人事物上面 这样呢 除了能够帮你远离 这些是非口角之外 同时你也可以有 更清新的思路 来帮自己提前规划未来 那如果你是选到八 并且是今年留年数七的人 持续守护自己的梦想哦 终将掀起一波惊人的涟漪哦 你是一个长期鸭子滑水 在默默努力的人 这个时间点 你们可以开始慢慢 展现你们的想法和点子 当你们开始在分享的时候 对你们有兴趣的 以及你需要的资源和贵人 有的时候会如泉水般的 一直不断的出现在你们的身边哦 但前提是 你要开始讲出来 好那如果你是选到八 然后也是留年八的人 就要持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哦 展现正向的能力 正向思考以及能力很强大的你们呢 这段时间请不要吝啬的多鼓励身边的人 帮助他们从低落失望的情绪走出来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会收获满满的祝福 最后呢 如果选到八 然后是留年九的人 建议大家放下过去的伤害 放手迎向人生的新篇章哦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差别 就是在于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 不要让自己陷入在别人的过错 或是在别人的不珍惜里面 建议大家把伤害就放在过去吧 往前走 打开自己的心 迎向新的人生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如果你是选到八十八这组数字 对应留年一到九分别 需要提醒 以及把我的机会点在哪里哦 第一组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八十八但是你是留年一的人 信任呢是稳定关系的基础 别留念过去 把握当下吧 会别过去呢 的第一步其实是要放下 所以不要再带着过去的伤害 或是害怕来面对生命当中 新出现的对象 要给对方一个公平 没有比较的一个机会点 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十八 然后是留年二的人呢 欣然接受对方的守护 让关系能够更加的增温哦 在关系相处中啊 除了要考验 还有确认对方的真心之外 有的时候其实也要适当的回应对方 让对方能够感受到 他所付出的 其实是有被你正确的接收 并且你有理解 不要让你不小心的 比如说太晚的回应 或者是让他觉得 好像你对他没有那么兴趣了 就把你们刚刚燃起的 暗期火苗就熄灭了哦 好那如果你是选到的是八十八 然后是留年三的人 一同经历挑战的时候 你更能够知道对方的真心 经历困境和低潮的时候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能够去了解对方 同时呢 也把对方曾经说过的誓言 在这个时间点 就能够去验证 他是真是假 要请你们对那些 不离不弃的亲朋好友 甚至是你的另外一半 给他们一个拥抱和感谢 因为他们是用真实的陪伴 以及说到做到的决心 来去表达他们 珍惜你和爱你的一切哦 那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十八 然后你刚好是留年四的人 我就不要再犹豫了 别让爱情从你的身边溜走 人生有很多的无奈 这些无奈其实很多的时候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但是呢 别让你自己的爱情有了遗憾 请你勇敢地展现你自己的心意 今年其实有喜讯的积蓄率 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十八 然后你是留年五的人 胜选对象 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困扰哦 先沉淀自己的心 你才能够让自己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顺利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让自己远离这些 可能很心动 但是是不适合你的危险人物 所以要胜选 一定要帮自己 在综合条件下当中 选出一个 可以跟你灵魂沟通的最佳伙伴 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十八 然后你是留年六的人呢 不要把你的好脾气 都留给外面的人哦 也要把你最温柔 以及善良的那一面 留给你的亲密爱人 家人和另一半的理解和疼爱啊 其实是因为他们很心疼你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他们的爱 视为理所当然 不加珍惜哦 一直要他们能够忍耐和包容你 如果你是选到八十八 并且你是留年六的人 要跟你的家人们 还有你的另外一半 甚至你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因为这样子感谢的回应 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很有爱的力量的 一个循环哦 所以把你的爱意 跟感谢之意 好好跟他们表达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你都是知道的 那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十八 然后你是留年七的人呢 疼爱自己的人 终将会遇到珍惜和呵护你的 有缘人呢 不要因为家人啊 或是年纪的压力 打乱了你自己的节奏 请更加的专注和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让你自己能够成为未来关系当中 决定者的角色 好那如果你是选到八十八 然后是留年八的人呢 长年的付出终于要获得认可了 日久见人心 路遥之马力 是在你们身上很贴切的一个形容 特别是在经历这波疫情的过程当中 更加考验和凸显了 你们在相处当中的付出啊 细心并且愿意这样子的一个好特质 那你们也要适当的让对方知道说 你们的辛劳 其实是需要被鼓励和疼惜的 最后来跟这一组选到八十八 然后是留年久的人来做一下分享 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独处 要能够帮自己跟增添更多迷人的魅力 不随波逐流 不追逐潮流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都是你们在人群当中 多了一份清新感的特色 这也是你们最迷人的状态和时刻 所以这段时间建议花再多一点点的时间 跟自我对话 让你个人的风格更加鲜明 同时间你能够在跟他交流的时候 让大家更清楚知道你是谁 好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组就是八八八 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八八 来对应留年一到九的时候 有哪些分别要注意和提醒的地方呢 第一组就是选到八八八 你是留年一的人 一定要善用你的专长 用实力来帮自己获取资源 居家防疫时间呢 一定会出现一些不适应和压力 但拉开和同时间的距离 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保护 让你们能够专心的在工作上面 能够呈现出主管啊 或者是伙伴所需要工作的资料 或者是建议的风险方向状态 你用工作和实力来去表现的时候 能够帮助你远离小人 还有远离口舍是非 如果你是选到八八八这一组 然后也是留年二的人呢 串联和整合资源 其实是你的强项 希望你在这样子的资源能力下 帮自己达到更多的资源交流平台 一直蛮低调的形式 但是努力不懈的你们呢 即将迎来你们人生的高光时刻 一定要坚守和相信你们的决定 将来真的马上很快 就会有出其不一的好运降临在你身上 接下来如果你是选到八八八 你是留年三的人呢 运期见佳的你 一定要把握翻转的机会 天助自助人啊 如果你选到八八八的 你们真的是即将迎来强运的一群人哦 疫情期间呢 其实有很多精准且独门的这种市场需求 只要你们能够持续抱持着良善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 或者是一些串联的机会 去改善人类 现在的这样子的环境的前提下 其实你们还是会赚到 蛮多不错的机运财 这机运财 其实你们心中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是因为在赚钱的同时 其实你也是在帮人类改善 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疫情困境 那如果你选的是八八八 你是留年四的人 不要一意孤行的坚持 外力适当的协助 是会让你更加的事半功倍 近期你的心情可能有一些 有志男生的情况 但大环境的困境 其实有时候是在提醒 身为人类的我们 停下脚步好好来思考未来 建议你们在不影响 你的最终目标的前提底下 可以适当的调整 前进的策略和规划 如果你是选到八八八 你是留年五的人 低调不代表是失落 把握时机才是 至胜的关键条件 当大家在压力环境下的时候 会更加的握紧 希望能够抢资源 但是专业能力十足的你们 其实不需要加入 这场抢的战局 你们只要用自己的步调 走向自己的目标就好了 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八八 你是留年六的人呢 稳扎稳哪的坚持 是让你关关难过 关关过的原因 经过七个月的考验和忍耐 你们在工作上的专业表现呢 已经渐渐展露你们的曙光 你们要开始慢慢的 会去收获你的主管的信任 和认可 要跟你们说成辛苦了 但在这个的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放弃 持续的做到你前段的努力 还有持续学习 因为属于你们的时刻 即将到来 如果你是选到八八八 然后你是留年期的人 不要过度慌张 耐心等候 终将迎来你人生的梦想目标 财运渐入家境的你们啊 内心除了兴奋之外 其实还多了一份紧张和担心 这段时间呢 真的是一个真心考验期哦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 你内心的梦想 不要退而求其次的 帮自己的梦想打折 因为更适合你的 可能还没到 但是只要再坚持一下下 坚持一下下 你就可以用你的正向能力 将你所需要的人 还有资源 慢慢的吸引到来 你的身边 好 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八八 然后你是留年八的人呢 放手的勇敢尝试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哦 如果你是选到八八八 你又是留年八 你看你有四个八 其实你们就是一个 好机运和好财运的代表哦 所以你要把握自身的好运期 并且呢 谨慎分析 现在这个时局情况 让自己在一波 看似停摆的这种状态下 撞击出无限的可能 还有无限的生机 最后一组 如果你选到的是八八八 然后也是留年九的人 我觉得可以进行 风险比较低的投资规划 长远稳定的投资 能够帮自己 在未来打下一个 良好的基础哦 现在整个经济啊 看似停止的状态 其实它也意味着 机会是不断的 只要你能够发挥 投资理财的特色 它就是你的专场啊 你就是把握这段时间 去看看 比如说哪些 你想要投资的事情 是跟现在这个大环境 是比较符合的 以及长远 因为你觉得它是有潜力的 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但是如果说 你本人的投资 是比较保守 就是你不是做股票的 或是这种短进短出的话 你可能可以去研究一些 跟土地相关的 或是跟时机 这一段大环境当中 在未来两年到三年的这个方向 你可以踩一个比较保守 然后在你的投资比例当中 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话 你就可以出手来去做这样子 有长远性 潜力的投资决定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 每个月的运势的分析主题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在八月份的时候 了解自己的机会点 还有可以远离危机的 一些小小的提醒 希望你们喜欢以上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